我請教冠年你待過都發局 你怎麼觀察這個案子發展到現在的狀態 柯文哲今天這樣 我覺得林冠傑 現在發展這個狀態 我覺得柯文哲也怪不了任何人 因為他就是親小人怨賢成 我們可以看到戰狼夫婦 只要講一句話就開另外一個戰場 然後被罵爆 甚至鬥爭自己人 那現在鬥爭我們可以看到 黃珊珊跟黃國昌 一人抓一片 黃國昌抓著鄭申元 鄭申元跟他是同一個 崔少哲理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幾乎鄭申元在辦綠件的時候 所有事情會到黃國昌的耳衝 然後第二個黃珊珊就握著陳佩琪 這個其實都不是一個政黨發展的常態 現在成立一個什麼民眾黨緊急應變小組 然後又成立民眾黨緊急應變小組擴大會議 這個到底誰來負責 現在我覺得是民眾黨危機存亡之秋 竟然沒有一個人可以負責 我就很怕昨天其實發生意外 到底誰要把這些小草帶上街然後帶回家 這個是完全沒有 那這個整個政黨是亂了套 所以柯文哲我覺得他其實第一次沒有被羈押的時候 他應該就要很清楚的交代說後面的事情要這麼做 完全按照制度來 國民黨民進黨過去也有面臨這個代理黨主席或是整個黨 陷入很大危機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他們都照制度來啊 我覺得這個才是柯文哲自己要反省 然後民眾黨真正要反省的事情 再來我覺得民眾黨現在沒有路線 沒有路線就沒有敵我意思 我問你你有加入過民眾黨嗎 那你加入是大概什麼年代第幾體制 我很晚才加入2022年吧 2022年那你退黨了嗎 退黨了退黨 退黨是什麼時候 也是同一年 你2022年就退黨了喔 那你2022年加入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因為我念都市計畫嘛 所以我在台北市還是可以跟我一些同仁或長官做一些事情 那我那時候有投入地方選區 選竹北市長 那這個事情我認為可以某種台北的經驗 可以讓我回到地方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是抱著這個理想 然後去做這些事情 那你退黨的關鍵是什麼 也不是今年啊 也不是因為這一波才退黨嘛 就是我跟高虹安有些私怨嘛 他那時候我跟他甚至支持林維州 我覺得這個黨就是很奇怪啦 林維州然後跟地方的財團 甚至支持國民黨 所以路線真的是不清楚 沒有路線 然後就沒有敵我意識 對 然後沒有敵我意識就行動搖擺 像我覺得現在民眾黨應該全面開戰 什麼叫全面開戰 你看鍾小平 然後游淑慧都是 反正支持蔣萬安的嘛 蔣萬安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就是狂打柯文哲 然後狂打黃珊珊 就他要鞏固下一次他的選舉 甚至他要派李斯川出來 他要鞏固雙北的這個盤嘛 那我覺得民眾黨現在把所有的這個敵人 都鎖定向在民進黨 這個不是啊 因為你們這些群眾基礎跟民進黨 我認為現在是沒有重疊的 然後中間選民其實跑掉 那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跟國民黨開戰 甚至你要拿出一些真正這個談判的優勢 比方說我我有聽到他們說 柯文哲本來是要選台中市長 台中市長一方面就可以 你跟這個把刀子架在盧秀燕脖子上嘛 說你要不要藍白盒 再來又可以做人情給民進黨 這個我都講過嘛 不管是民進黨 民進黨覺得你要跟盧秀燕對干 那我可能民進黨會魚翁得利 你應該是做這種比較戰略上的鋪陳 而不是現在還在保護柯文哲說 司法不公 這個其實都是戰略上的錯誤 再來 其實民眾黨還有一些柯粉支持者 還在市政府裡面 他們其實也在蒐集蔣萬的情報 你覺得蔣萬這些情報會沒有事嗎 你這些事情這時候不丟出來 你什麼時候丟出來 對不對 所以民眾黨我覺得完全亂了套 明明就是這些親蔣萬的人在攻擊你 那你現在不拿出一些這個進攻的態勢 然後去談判 然後去相互保證毀滅 那你這個黨就沒有戰力嘛 然後沒有基礎嘛 群眾不會凝聚起來嘛對不對 那再來是 我其實知道 那你怎麼看民眾黨的八席席次 未來在立法院可能的戰略跟角色 其實今年1月選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我幾個幕僚朋友就說 黃色山應該有機會當院長或副院長 立法院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是民眾黨最好跟民進黨 談判的時候 比方說要到一個副院長 那其實兩黨就可以合作推進一些事情 那這個是純粹在政黨合作的利益考量體上 那我覺得民進黨為了拿到立法院院長 或讓出一級副院長 我認為這是完全合理的談判 可是民眾黨就是沒有考慮到這些 甚至到最後一天還把真正牽線的那個 廖董事長 廖志成 對才把它曝光出來 甚至把人家打壓說 你是什麼類似有點堪高啊這樣 不是嘛我覺得真的不能做這種事 人家確實要來跟你談立法院的合作跟談判 你到最後一天局談不成 然後你把這些人曝光出來 這個就是陳志涵在做的事情嘛 那你今天柯文哲落到今天 那你能怪別人嗎 再來是 我都不知道陳佩琦今天講這句話 到底是什麼意思 陳佩琦在說 柯文哲貪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案子都被打成閉案 陳佩琦說當一個市長 這些閉案就是保護社 那遇到不是自己專業的人 會指明一名專案經理人 在柯市府的這個用語就是PM 就是PM啦 那金華城經歷過數十次的開會 其實裡面的委員柯文哲一個都不認識 這個PM是誰 他就是在講彭政生嘛 對 就我知道的 彭政生現在非常火大 所有的他的友人家人都是義分填膺 彭政生現在是最大的柯黑 只要一個人 只要是柯黑 你覺得他對檢察官講出什麼話 我覺得是非常可以想像的 所以彭政生未來的說辭 也可能影響到這一個偵辦的發展 當然啊 PM這個事情其實 市政府職位裡面沒有一個叫PM 沒有一個叫專案經理人 這個是柯文哲了解某案的進度 去指定一個所謂的專案經理 或是專案管理人 就是只要了解進度的時候 就問彭政生 比如說金華城這個事情 他就會問彭政生這個進度怎麼樣 所以這個案子本來就是彭政生督導的 其實PM不PM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覺得陳佩琦今天講這個話出來 而且他不指明道性 他一直說專案經理人 其實就是在講彭政生嘛 那彭政生 其實他現在的態度就是非常委屈 因為他被指定到這個專案經理人 因為前兩次的便當會 彭政生都沒有參加 那我問過他的幕僚是怎麼樣 他幫彭政生排這個便當會的行程的時候 比方說殷小慧這個便當會是三點 他就幫彭政生排一個兩點半的行程 然後直接開會開到三點半 然後就不去了 讓他錯過 對 因為 所以本來金華城就有去找彭政生 彭政生說這個都市計劃案子 不能用個案的方式來執行 一定要經過都委會幕僚單位 然後去執行 不能由直接副市長交辦下去 所以他作為一個公務委員是非常非常謹慎的 而且我自己知道 彭政生現在這些 你說要抹黑他或帶風向的 其實是柯文哲身邊的人 比方說 有一則新聞 不知道您官姐知不知道說 彭政生在 財產申報的時候 八年增加兩千多萬 對 這個兩千多萬 他們自己有人跟我算了一下 因為彭政生副市長 一個月16萬 然後一年13個月大概200萬 而且我知道彭夫人 很會理財嗎 他不會 他不是很會理財 他甚至還是幫人家修改衣服做彩縫的 他是家管 然後順便接這些case 甚至在台北住官社的時候 其實官社一個月六千塊嘛 他們幾乎沒有花什麼錢 而且他在台北的時候 還在接這種 這個裁縫衣服啊 訂製的這些案子 而且他們在高雄 據我所知是只有移動房子 為了上台北還把移動房子賣掉 因為他們覺得要上台北發展嘛 所以這個金流跟這個財產申報是 柯文哲完全都知道 甚至在彭政生上來台北以後 他就已經調查清楚 可是為什麼今天還要放這個消息 就是想把所有的 比方說圖利的案子就 想要往他身上推 推給彭政生 那現在彭政生 當然就是啞巴吃黃臉嘛 對 所以他們也希望說趕快的 但是彭政生也有機會可以 轉做污點證人 有機會 那現在是沒有查到金流嘛 那彭政生律師是這樣判斷 其實彭政生沒有圖利的動機 要選舉的人才有圖利的動機嘛 我圖利你如果我沒有拿到任何好處 我幹嘛 因為我下次要選舉可能要 某個金主支持我 或是某個金上支持我 這還有圖利的動機嘛 彭政生現在律師是這樣的辯護 那其實有道理 那如果真的要抓賄賂的話 真的是要抓到金流嘛 所以我覺得彭政生 因為陳佩奇這樣做了一些這種發表 我認為彭政生非常有機會 做污點證人 把這些事情全部都講出來 再來我覺得總結一下就是 這些小草啊 跟民眾黨真的要討論一下 民眾黨未來的發展跟路線 你的策略是什麼 戰略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現在三四十歲 其實支持民眾黨的 我不希望他們變成一個虛無主義者 變成一個政治人感的人 不要因為你是柯粉 然後柯文哲現在被抓進去 你就對所有的公共失誤 沒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其實不是這樣的 先當柯粉之前 先至少當一個台灣粉嘛 對不對 你要先認同台灣 然後知道路線 然後你再來支持一個人 或支持某個政 我覺得其實賴清德這集 最近上櫃台的節目 其實他的路線就很清楚了 他甚至提出了一個比較 比較有攻擊性的假設跟說法說 如果中共真的要維持領土完整 甚至應該去跟俄羅斯把領土拿回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路線 路線很清楚才有行動 然後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些小草真的要想清楚說 黃國昌跟什麼館長現在把你帶上街頭 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他們有沒有真正討論民眾黨的路線 還是他只是把民眾黨當做他們自己的工具 好那冠年我跟你討論 你就是三十多歲 然後曾經投入了民眾黨 又離開民眾黨的年輕的 這個世代的成員 那你離開民眾黨當然是因為 對民眾黨失望了嘛 那現在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 三黨讓你評分優先順序 你怎麼評排名 我覺得以幕僚跟專業度來說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有階段的安排梯子 然後推人進入選舉 然後政策路線也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今天有幾位這個民進黨議員 他們論述其實非常清楚 而且他們勇於培養年輕人嘛 這個是在我政治幕僚 或是有志從事公共事務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清楚 再來是我覺得國民黨 國民黨雖然過去有一些 比方說需要攀親戴顧啊 才能進到國民黨 可是我覺得現在 因為網路世代就好一點 像徐小新啊 羅志強啊 王宏偉這些人 其實還算中生代 然後有站立的 那我覺得最辦家家九的 真的就是民眾黨 完全沒有制度 然後沒有路線 然後把群眾不知道帶到哪裡去 甚至還在鬥爭自己人 像現在最應該想要 應該在這個時候 把柯文哲這個事情 先擺一邊先切割的時候 討論這個民眾黨 未來的路線辯論的時候 他們不做這些事情 反而在胡亂繞 不知道繞去哪裡 所以我覺得 真正 我覺得這些小草 或是真正有回頭草的話 真的可以 不一定支持民眾黨 可以從其他政黨 像比如說時代力量啊 社民黨啊 民進黨啊 去找尋支持啊 好就是說 你歷經過這一回合 然後因為你也投入過 市政府的工作 在都發局工作過 那你也確實也投入了政治 那你也曾經投入民眾黨 然後你事實上 現在也退出民眾黨 所以你有個人的 比較多元的體驗了 所以跟遠距離在外頭看政治 又有不一樣的切身的體驗跟感受 所以早先投入民眾黨 你很有可能是屬於垃圾不分藍綠 或者藍綠都很討厭的族群嘛 對不對 那但是現在在你眼裡 你覺得 以政黨的綜合評分來講 民進黨綜合評分還比較高 然後國民黨也有 在世代的更替跟調整 那反而你覺得民眾黨 好像小朋友玩家家酒 一團亂 對啊 重點是黨中央都被這些 特定的人把持住嘛 下情不能上達 而且又不照黨章 然後照組織去培養新的人 我覺得 抱怨 可能民眾黨裡面的人 抱怨的心聲還比我還多 好 對 我理解你意思 其實這個有點像年輕人 你去投入一個新工作好了 那你是要去傳統的那種 LKK的公司 台數中鋼 還是公家機構 還是類似台積電辦 然後提大家說賣竿 還是說新創事業 網路科技 數位科技 你選擇了不同的平台 那個組織跟那個系統 一定有不同的特質 然後那個特質 你真的去經歷一回 你就會感受到那個特質 固然也有優點 也許在某些面向它也有缺點 對 可是這個社會 現實的社會 本來就沒有完美的政黨 然後也沒有完美的平台 對 對 那只是說這樣讓你看過一回 體驗過一回 你覺得民眾黨最 最 不成樣 就是 我覺得要有 就像 就像林寬姐講的 我覺得 每一個政黨都有局限 然後我們人也是不足 然後不需要把柯文哲捧成一個神話 然後再把它毀滅掉 或者你也不需要追求一個完美的政黨 對 但是我們必須要自我理解 然後自我進化 那政黨也是一樣嘛 好這個也有點像年輕的世代 你去找一個工作 你這輩子永遠找不到完美的工作 對 但你找的組織 你的系統 你的制度 你的結構 是否可以讓你 譬如說成長加分 或者它是否是一個比較良性的循環 對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剛剛 自己再去評價的時候 你就會有評價不一樣的順序 對 好那這個確實也是要 有過經歷之後 才會有不一樣的反思跟 那個思考跟這一個 某種程度的檢討 或者是重新的去思考之後 重新做決策 這才是現實的人生 就是現實的世界 本來就沒有完美的政黨 現實的世界 本來就沒有完美的政治人物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